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退休的情景 高人和高情景 宏益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那另外是臺灣基層 糖尿病協會的陳鴻林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營養師劉怡霖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醫藥記者梁慧文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婦產科醫師 王樂平 王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歡迎五位 你看到我們的醫師 你就知道我們今天要談糖尿病 這個資深的藝人榮紹華 他九月的時候在高雄促世 那這個才六十八歲 二零零九年他確診 他就有糖尿病了 可是長達十年的時間 他都沒去看醫生 我想大概就不太想 面對現實 那當然我們不知道最後 他家屬沒有公佈死因 不過外面也懷疑說是不是跟糖尿病有關 所以我們如果是不好控制我們的血糖 其實這個對我們身體影響是很龐大的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談主題是 小心糖尿病 你看到我們陳醫師知道我們要說糖尿病 那我先請教一下這個陳醫師 糖尿病是我們的尿裡面很多糖嗎 這個其實是在名詞上的定義 其實那是之前的時候 是因為他的血裡面的糖分過多 然後之後才會到尿裡面才會出現 所以其實日語也叫做糖尿 也叫糖尿 那實際上我們可以叫糖血病 就是你血裡面都是糖分 意思是你整天都泡在糖水裡面的意思 那如果有時候男朋友去唱會去尿尿 對 所以你尿尿過 你如果一點時間回來看 會很久不見 這個就有很多的因素 那當然你剛剛提到的那個尿裡面 如果糖分的確是會造成這樣的狀況 可是那個都已經是你的血糖 大概到一百六 一百八了 那時候尿糖才會出現 對 已經比較好拚了 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就有問題 可是你有可能尿尿裡面 還沒有那麼的明顯 可是他的問題已經開始產生 如果放到的時候 稍微看 感覺上有點像蜂蜜 這樣算不算 這個其實是以前在比較 很久以前 那個時候沒有什麼科學 可以做檢驗的時候 的確是看看你的尿裡面 治療完之後有沒有糖分 來代表說有沒有治療比較改善 這個我們先請惠文 來跟大家講一下 榮紹華他當時這個暴受 跟糖尿病有關嗎 是 就是因為他這個新聞來得太突然 大家都非常驚訝 那尤其是他之前還 他是在這個拍片當中發生的事情 就是大家看到他前一天 甚至後來有影片出來 就是他在拍片現場都還火跳跳的 就是身體也很硬朗 然後精神也不錯 然後跟人家有談天說笑什麼都一切很正常 可是當他那天在這個 就是旅館裡面住宿的地方 下午說有打一通去櫃台說心臟有點覺得不舒服 後來晚上有人要約他去吃飯 就找不到人的時候才知道說出事 這樣子 那後來當然就是就爆出來 就是說因為其實他自己之前也接受媒體採訪 所以也有提過 就是他其實確診糖尿病已經十幾年了 可是這十幾年呢 他都沒有好好的去看醫生 他有吃藥 他就單純靠藥物控制 然後沒有回診 沒有涼血糖 那聽說有一些跟他比較親近的朋友 後來有透露就是說 其實龍大哥他本身在對於健康這一塊 沒有特別的重視 包括說他以前感冒的時候 他可能也不太喜歡去看醫生 他就覺得說我就就算發燒 我也是自己休息休息 喝個水這樣就好了 所以可能他在這個疾病的控制上的觀念 也許就不是那麼的清楚 所以導致就是說經過這十幾年來 他一直都沒有好好去面對 當他的糖化血色素變成百分之十三的時候 這麼高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突然倒下去 那當然那時候就有一些專家就有解釋說 有可能是他已經出現了一些血管硬化方面 或者是冠狀動脈方面的問題 但不自知 所以他會變成是一個猝死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瞭解 這個按照新聞是說 他因為疫情嘛 要去回去門診 結果一測量他糖化 因為血糖高達兩百多了 那糖化意思是要不要吃飯 就是飯前嘛 飯前的這個血糖兩百多了 飯後的血糖說三百多 連他的糖化血色素是十三 那因為數值我們聽不懂 請教陳醫師 這個數值的意思是什麼 這裡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怎麼樣做計算 把糖化血色素減掉二 乘以三十 大概的數目就會出來 糖化血色素 你現在十三嘛 減掉二就是十一 十一乘以三十 就是三百三 所以他的平均血糖大概就三百三 很高 對 我們正常的人平均 大概就百出了一百而已 所以他可以說是全身泡在糖水裡面 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用淹莓子的道理 你省毛是不是漏很多糖 你漏越多是不是省越快 毛越快補他對不對 你今天不是淹莓子 你是淹你的全身的器官 你把你的眼睛錄進去 把你的油脂錄進去 這個絕對會有問題 所以他也是淹下去 他也淹去 沒有這是一個比喻 就是讓你知道說 其實最主要其實血糖 他傷害的是血管 大小血管 那最主要他不會光只有血糖出現而已 因為一般我們有年紀錄 老師都跟我們說四十歲醫療的一個慢性病 五十歲就兩個 六十歲三個 所以你有血壓 血糖 血脂肪 也剛好而已 那我們叫做一個螺螺不成事 那我現在兩個 三個螺螺壞大事 因為三個 還有一個 我就十三個了 他就是類似一個犯罪集團 他壞什麼事 壞大小血管的事 就是說你整個泡在糖水裡面 你的肺筋就出問題了 你小血管有膜的問題 油脂的問題 神經的問題 大小血管就是心肌梗塞腦中風 所以我們現在在講 這些慢性病的時候 後面會出現的併發症 都是大小血管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是治療那個感覺 我們是不希望他以後出現併發症 對自己後半輩子很辛苦 家人也辛苦 而且國家的一個健保的一個財政負擔 也會越來越大 沒錯 那這個螺紹華 因為我在電視台工作 我才知道說 其實拍連續劇的人很辛苦 現在因為像八點檔 通常都要拍 都一集 都要到十點多 以前八點檔是一小時 不然兩小時 現在兩點多小時 八點檔比較好 收視率比較好 但是他的一集的費用 其實是往下減的 可是老實講 演員有的演就不錯了 那那兩點多小時的一集 其實要拍 有時候他們現在都敢死了 所以都沒什麼睡 那晚上也就陷了 那這個在拍的時候 龍少華據說 說他有一個月連續爽約幾次 原因是說太累了 而且他明顯消瘦 體力 他說體力大不如前 糖尿病會讓人覺得很累嗎 我想事情沒有那麼單純 不過可以看出來一點 就是說當他在這裡面最主要問題 就是他的胰臟出問題 裂幼丘就對了 那我們吃東西下去之後 其實本身我們的胰臟就會分泌 胰島素 把這些吃下去的 這些糖分 就營養分 然後化成糖分 然後就會帶到器官裡面 帶到你的肌肉 你肌肉就有力量 帶到你的腦部 你的腦部就會能夠想得很清楚 可是當你的胰臟已經出問題的時候 沒有分泌相當程度的胰島素 這些糖分在哪裡 全部都在血裡面跑 意思說都在路人裡面走 不過家裡裡面都沒有糖分就對了 所以每一個細胞都好好代補 都很飢餓 那所以你既然這樣的話 要求沒作用 就在這裡面沒有辦法很智慧的調控 你的血糖 所以你全身是在飢餓的狀況 可是你路上 等於是在血管裡面 通通都是糖分 沒辦法燉好燉好 所以你的全身都 細胞都很飢餓 所以他們都很累 那再加上糖尿病會有合併 比如說高血壓 高血脂 那會讓你那個通道又更糟糕 所以到最後你的血管就塞住了 循環就變差 那你的神經也變差 反應也變慢 所以這個是目前我們必須要告訴大家 要及早我們叫做 叫做及時 我覺得你今天來是來恐嚇大家 來提醒大家 讓人心生畏懼 你知道嗎 OK 好 今天我們請到高刑警 跟王醫師 今天兩個 一個不是來自衛案件 一個不是來談醫生的 他們兩個來談自己的血糖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請教他們的血糖有多少 好 來休息一下 高刑警 你說你有發言 你有糖尿病嗎 你很用的 我到現在我還不承認我有糖尿病 因為我可是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身體很強壯 我都說我很用的 身體冷得直接像瘋狂 我說怎麼可能我會有糖尿病 不要鬧 我們觀眾就一百多個女生很欣賞你 現在可能一個都沒了 因為我講實在 糖尿病對我來講是一個很遙遠的銀稱 我不知道什麼糖尿病會在我的生活裡面 因為我沒有在意過什麼會糖尿病 那有一天 去年有一天 我在合體跑步 但是我那天的胸口悶 和那個距離有點刺痛 我說不對 我說我不能有這個運動 有這麼心臟不舒服的 我剛才去我們新店那一間 也不遺憾的朋友 大醫院 只是那個醫生很年輕 去五分鐘說你心肌梗塞 我說我心肌梗塞 我就嚇一跳 我說你從哪裡看我心肌梗塞 他說從你談話中 我就判斷你心肌梗塞 我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我害怕的 我說 我說真的 那我要做什麼其他的檢查嗎 他說沒關係 我幫你做幾個幾個小項目的 我回來了越想越不對的 奇怪 我聽我做你們伯父的年齡 看你的專業性比我更強 但是你怎麼說我心肌梗塞 人家就說 你怎麼用年紀競梗塞 人家是為你好 不是 我知道 但是他太果斷 那我沒辦法接受 我就透過問朋友說 我們檢查心臟我們要去哪裡 不然你去 要去看你檢查 還要去鎮心看看 鎮心醫院 不要我們做醫生 如果看到這個中部 我們就不會說到那麼果斷 你就說他可能好像似乎是 你鎮心醫院 就是鎮心醫院 我去做新導管檢查 去那邊躺三天兩夜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去 疫情 然後就自己一個人去 然後我就從手上 打這個顯影劑 我不知道手術 其實也不是什麼大手術的 就是一個麻醉性的一個手術 我做顯影劑 一定要醫生 要你的肺梗 對 醫生說 你血管沒有堵住 沒有心肌梗塞 也沒有任何的那個心臟的 那個血管的問題 我說為什麼 他說你的血管跟人家不一樣 你有兩條 人家三條 你兩條 我說怎麼可能 他說那可能一條是萎縮 變成兩條變粗 不要跟水管一樣 這麼粗 所以你有兩條的血管 相當於人家的四條血管 所以我跟他說 這就是我去做 做後 這是心臟的 心臟 做後他只要說 你是血管 目前看起來沒問題 可是你 我發現你有糖尿病 我說那有可能我有糖尿病 七點 七點九 七點九 這是已經是今年六月的 今年六月的 這是換錢嗎 不是 抽血檢查七點九 換錢血糖是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六 但是我就陸續講是 我就 七點九 減到我乘以三十 你一八零 對 後來我現在降下來 我現在降下來變成 再檢查還是變成七點四 我現在又再檢查 可能我十二月檢查 可能有機會降到七以下 你不要跟你用最可能 我都遵照醫師指示 什麼東西不可以吃 你不要調皮 澱粉類的東西 以前我一頓飯 沒有吃個兩三碗 百度沒飽 沒有飽 你那個水餃沒有吃個二十顆 覺得好像不夠飽 那種感覺 可是現在我飯一天 我就是一碗 前職怎麼就是一碗 一天 一天 不然就是臭米飯 也是一碗 算是一碗半 所有的甜食 包括他跟我講 蘋果 西瓜都不能吃 好 我十幾年 沒有 我最愛吃的 沒有吃 水都看了 人家一直要頂來 他說你就是不能吃 連果汁都不能喝 我說那怎麼辦 那是生不如死 他說沒那麼嚴重 你到 你不要那個 走那個青森 沒有 他說糖化血色素 他說你是七點九 如果八你就要打胰島素 我聽一個晚上沒睡 八就要打胰島素 他說八就要打胰島素 已經七點九囉 對 我晚上沒睡 我連續三四天睡不著 我就開始恍神 我說怎麼辦 怎麼辦 我說 然後看著年輕的太太怎麼想 他就覺得說天啊 怎麼會 糖尿病怎麼會發生在我身上 我說臉書好像很大 後來有一天 那個醫生就 我去回診 他跟我聊天 他說臺灣的糖尿病 有好幾百萬 四五百萬人 還有機場裡面 還有百多萬人 他自己不知道有糖尿粉 他說 他說 他說那個故事 他說他家養一隻米克斯的小狗 他說那隻狗永遠沒有辦法 訓練成狼犬 那個叫基因 他說 米克斯要變狼狗 他說我這個就是基因 因為我的父親家族 一定有這個病史 我想說真的 我們阿爸有糖尿病 有那個心臟病 我哥哥也有糖尿 我姐姐也有糖尿 可是我從來沒有問過 沒有關心過 我爸爸 我哥哥 姐姐 你們糖尿是怎麼過來的 我從來沒問過 我只知道吃海鮮 也去推 去一隻吃我們的 喝我們的 我根本就沒有問哥哥 問姐姐說你們糖尿 可能他們 你們家有遺傳 遺傳 但是可能也不只遺傳 可能你年輕的時候身體 有比較漂白也有關係 都是不進口 都沒在進 為什麼大家也踏下去 什麼來也踏下去 你年輕也要喝酒喝很多 我年輕喝酒 吃分補冰人 熬夜 現在就 那都會回收 都會 以前吃中心的 都會 但是現在還是酒 我就問醫生 我說我如果 我現在沒有抽菸 沒有吃檳榔沒有熬夜 如果我酒再戒掉 我不知道怎麼過日子 他說沒關係 你少喝 能不喝是最好不要喝 但是少喝 你不能喝葡萄 你爸爸幾歲走了嗎 七十七歲 七十七是因為心臟 因為我爸爸是糖尿 後來他那個年代 民國八十幾年初的時候 年代油沒有現在這麼好 心臟被用風一次就中風 中風 中風之後 第二次又中風第二次 所以他心臟病碰走掉 我早今天說話早明天就沒了 你們哥哥呢 我們哥哥我們糖哥是怕你心臟病 太肥胖 那也是一樣就是心血管疾病 糖尿 也是醫院住一段時間就走掉 對 那我家 糖哥幾歲 糖哥幾歲 三十一年次 然後我清哥哥 姐姐呢 姐姐 四十七 四十七年次 對的嗎 吃用 但是我們現在一個控制糖尿病 他是運動加上食物 還有加上醫生開的藥 我姐姐是懶得運動 可是他就是乖乖吃藥 所以他們的糖分都控制得很好 我是現在才知道說要聽醫生的話 了解了解 但是我都不敢吃藥 我問準問好了 領藥出去領藥 他怕什麼 這個會影響整個情緒 因為糖尿病 我一聽到這個 我就覺得好像是跟他截肢 那感覺 陳醫師 那是高情菌 他還自己吃用 他在河邊散步 為什麼忽然之間會心痛 這個當然有很多的原因 那有的時候 其實有可能他那個時候 心臟真的血管的確有點問題 只是在去做檢查的當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就很難說 不過同時大家到了醫院 會幫他做檢查 是說比如他血脂的狀況 血壓的狀況 這些都要做一個評估 因為他發現他的糖分是七點 九嘛 可是也有可能 其實已經很久了 所以他已經泡在湯裡 一段時間了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有可能的 對 不是突然之間跑出來 對 沒錯 我瘦了差不多八公斤 你是怎麼瘦的 吃糖尿病的藥 醫生說你吃這個藥 會瘦五到十公斤 我說怎麼可能 他說那你不要瘦嗎 沒關係 我可以連絡一種藥 不用瘦的 真的 真的 他跟我講說有一種藥 他說你一樣吃 吃控制血糖 但是那個不會變瘦 你照起來一樣胖胖有肉 可是這種藥 你就是會瘦五到十公斤 那為什麼這種藥能瘦 我補充一下 其實一般是不會這樣 我先講一下 其實飲食 運動 用藥跟監測 其實這是四大條就對了 所以其實我們回到一個 要咕咕等等 飲食然後什麼 運動 運動 然後用藥 用藥跟監測 監測 對 其實這是一個是我們希望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要咕咕長 不用叫你說這不要吃 這不要吃 有個患者說吃好死 好過死不吃 所以這裡面就是我們會考慮到患者的一個 生活型態的調整 盡量能夠讓他長長久久 所以我們不會讓患者說 什麼都不能吃 會讓他知道說怎麼吃 或甚至要去做一個代換 意思說因為冰淇淋可以吃 你只要學會做代換 這個其實可以做 代換 代換 可以換就對了 變成說 這個品牌換那個品牌 不是 跟你裡面的飯 你的飯 那就是說 他比如說他的碳水化物的分量 我飯少吃一點 我冰淇淋就可以做 類似像這種 偶爾啦 比如說外食的時候 通常一支冰棒 我們在講一支冰棒 通常換半碗飯 比如說你可能下午的時候 你可能跟你的孫子去外面洗 你吃一支冰淇淋 就一般的冰棒 那你晚上本來也是預定要吃 一碗飯的 那你可能就是要扣掉半碗飯 這樣子 偶爾去換他 有時候很掙扎 坐飛機有送那個哈根大指 對 我都沒有給他吃 小姐說在外面一台一百 所以如果你坐飛機 吃哈根大指 你給他換那個麵包 他有一個 通常飛機 那不是也是糖分 所以你就是要吃那個糖 你就不能再吃那個麵包的糖 因為糖尿病讓高刑警說 他上節目竟然頭暈 講不清楚什麼 有時候我們真的搞不清楚 你在講什麼 等一下繼續來好不好 先休息一下 好 那再請教陳醫師 剛才他吃的什麼油 那個叫排糖藥 那是這幾年 其實大家知道 突飛猛進的其中一個 就是叫排糖藥 他其實是透過簡單的 其實把所謂的一個過多的糖分 從尿裡面排掉 這不是很簡單而已 他有解除腎臟的壓力 那他會降低蛋白料 他會保護心臟腎臟跟血管 這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種是還煮瘦的 這樣藥就只有好處 沒有賺處 也不是這樣說 就是說像第一型的糖尿病 也沒有到沒有當神藥 他其實大概減的平均 大概臨床上來兩到三公斤而已 另外一種瘦不是疑瘦 是叫做腸密疏的增劑 他會抑制食慾 抑制會排空 他會自控 自會調控你的胰臟的功能 那這個其實也是不錯 那其實胰島素在適當的時間 所以這個藥是處方藥嗎 這些都是處方藥 要醫生才能開 對 那另外一個叫胰島素 那胰島素 這什麼名字 很多款 腸密疏的增劑 對 那當然坊間有一些 到最後有一些是已經 他拿到所謂的減重適應症 有一些藥是這樣子 不過基本上這都是 湯下被治療的方法 所以不管是那一種是用吃 或是用煮的 那我們其實都是 我們叫做正確的時間 在正確的患者 然後正確的用藥 他叫 right time right patient right treatment 那樣的意思 就是說 所以要經過 從現在開始 全部都用英文 就是說這個時間 其實醫療團隊要跟患者好好的 我們叫做以患者為中心的一個照護 高情情再請教 你為什麼上節目會頭暈 我就說我怕是鐵齊斷雙 說不想相信我是糖尿病的 這個遺傳基因來的 我有一次去錄一個 談話性的那個靈異性節目 我奇怪 怎麼頭髮就傻了 我怎麼奇怪 我是那個靈異性向 我就跟主持人說 等一下給我照一下 我怎麼覺得有些邪靈附身 那個感覺 結果我就稍微洗手間 手蜜蜜蜜蜜 空隙流通之後 我發現五分鐘我好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是糖尿病 那我要進去錄影 主持人他們就開始在跟我聊 高尋奇 你是有靈略體質嗎 為什麼你這個攝影棚 有看到什麼嗎 我沒有 就覺得頭髮就傻了 可是後來我是才知道說 原來我是糖尿病引起的頭昏 我就是很害怕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很健康 一直我覺得我幻想 我很強壯 很健康 那前一次請教一下 那為什麼他會頭暈 跟糖尿病有關嗎 也有很多 因為頭暈是一個 我們叫垃圾蟲診斷 就是他有這種表現 你要考慮的事情很多 那當然血糖是其中一個 因為血糖的波動 突然間升高突然掉下來 或者是說他今天血壓突然升高 突然掉下來 那或是他的神經 在長期的血糖的一個摧殘之下 變得不穩定 所以其實都有很多很多要考慮的 那你說你的飲食有大的調整 你以前喜歡吃什麼 我以前我辣的無辣不吃 我一天三餐如果一檔沒欠我就不吃了 然後甜的 我下午如果喝完咖啡 沒有什麼蜂蜜蛋糕那種 我根本就不吃的 蜂蜜蛋糕巧克力那種 我很愛吃的 很愛吃甜的 飲料越甜越好 一行也來 是喔 可樂沙士 通通好 我等於是就是垃圾桶 一直裝裝裝 我都沒去在意這個 真的不會去在意 又是覺得說這個東西 你太用了 因為沒去 沒破面不怕 一破面覺得奇怪 怎麼覺得 最近體力不像以前那種 比如說那個摩托車 年輕的時候可以一手拿把手 一手拿我巴掌抬起來 現在不要抬 那個兩手都抬不動一個車輪 所以就害怕說 為什麼第二體力會衰退 力量的力道也會減少 然後會容易疲倦 疲倦就是說有時候 有時候會像仿神 仿神像會渡過那個感覺 檢查這半年多一年 還不到一年 這一段時間下來 我就覺得 很多的飲食是非控制不可 而且你不得不 比較嚴重 水都會點到 你講到飲食 我再請教你 你是營養師 那糖尿病我們不要得到 要飲食要注意什麼 其實我們糖尿病人 在預防跟所謂得到之後 他有一個中間 有一個稍微判斷的就是說 預防當然就是我們以健康 飲食為主 當然然後另外還要合併 就是你體重比較過胖這些 但如果像高大哥 他剛剛有提到 他現在在吃血糖的藥 那後面的 所以假血糖藥 就是一種胰島素嗎 他不是 不是 他是把糖分 他現在吃的那個藥 是兩個副方 他是第一個 其實是從糖 從尿液裡面 把過多的糖分排掉 另外一個其實是 他會增強 本來我們胰島素的一個作用 那周邊的一個胰島素的敏感度 所以現在都是副方藥 兩樣也要合作會變一顆 這樣才會 但我要講的是說 他剛剛提到幾個飲食的那個 他改變的地方 比如說他可能一天澱粉 他可能就只有吃一碗飯 但因為這個可能觀念要稍微改一下 因為這個很多糖尿病人 在一天開始得糖尿病的時候 他都會開始把所有周遭的 只要是澱粉類都納掉 可是有時候醫生在用藥情況之下 他可能會產生低血糖的風險 就是說因為他覺得說 我以前就是吃甜的 如果吃太多飯 吃太多水果 所以才會這樣子 那現在糖尿病的這個飲食 他是叫做個人化的設計 意思是什麼 他可以吃澱粉 只是說你要選擇的是高鮮的澱粉 比如說我們在講糙米 燕麥 藝人 地瓜這些 就是說根莖類的 或是帶有這個高鮮 而且要伴隨著你的用藥 我們通常營養師的角色 就是會伴隨你的用藥 或是打胰島素的時候 會去計算你每一餐 要吃多少的澱粉的量這樣子 不可能說你一天給我吃一碗飯 以高大哥的體格 應該就是產生疲勞或是手抖 可能會有那個低血糖的風險 這個要特別注意 還有第二點他剛剛講 所以糖尿病者也是要吃澱粉 要吃澱粉 而且我們希望是平均分配 在就是三餐裡面 不是在某一餐特別的多 這個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水果 這個很多人會每次只要來我們門診 都會必問的糖尿病門診 就是說我得糖尿病後 我現在是時過不能吃 然後芒果也不能吃 其實很多人都不敢吃 其實他是可以吃的 只是說以量為主 以量就是說看你這個人 一般通常我們會建議 就是一天控制在兩個 那個飯碗的這個量裡面 一天 對一天 這是大原則 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是說 在控制血糖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希望你是在餐跟餐中間吃水果 比如說你中午十二點 你吃那個中午 你可差不多兩點到三點的時候 等於是說你把糖分分開來 就基本原則是這樣 然後果汁為什麼不能喝 其實果汁是因為他 第一個 他濃縮 他就是很多 比如說你打一杯柳丁汁 大概就是要六顆到八顆左右的柳丁 就一片 八顆 八顆 對 你學長一定會飆膏 你如果說你用吃的 你可能吃一顆兩顆 你就覺得飽了 所以我們才會說 口語上跟他講說 你不能夠喝果汁 但事實上有一些他糖尿病人 他分量計算很清楚的話 他在他打蔬果汁 比如說他蔬菜很多 那裡面可能再加半顆蘋果 那事實上他是可以喝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有一些 要稍微跟大家就是導證一下 現在水果都可以吃 要不然以前很可憐 以前那個阿公阿嬤得糖尿病 中午水果都不敢吃 他會碰到那種吃粥的 他都不敢吃粥 他覺得吃粥的 血糖吸收很快 對 事實上可以 你可能在那個粥裡面 加一點點的糙米 然後你要搭配 不要降瓜 你可能搭配一些蛋白質的東西 一些蔬菜 其實在餐後血糖都控制得還蠻好的 所以現在糖尿病的那個飲食 其實是蠻活潑的 而且是一個蠻 就是蠻豐富的飲食的 OK 好 剛剛是高刑警的故事 等一下我們來聽聽王醫師的故事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剛剛陳醫師講到四個事情 一個飲食 一個是運動 第三個是用藥 第四個要監測 那糖尿病也是幾乎是百病之母 那來 王醫師 你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其實我跟那個高刑警 剛開始的那種狀況是很像的 你會覺得我這種身體 怎麼可能會得糖尿病 你這種什麼身體 我從來不生病 像國中高中 全班都感冒了 我是一定是最後那一個 你在講三十年前 差不多 就是以前就是你會覺得 我幾乎都不會生病 就算生病大概半天跑跑出發就好了 所以後來就是慢慢 後來就開始在臨床工作 那有時候護理師就說 你怎麼昨天聽說你半夜都還接生 為什麼你早上在看門診跟精神好成這樣 完全沒有那種倦怠感 我說就這樣 沒有 我說你體力怎麼那麼好 可以二十四小時不睡覺 我就跟高刑警講 可能以前這種都是要抓那些歹徒 就像我自己也會覺得這樣 就是還好 沒有怎麼樣 二十四小時四十八小時沒睡覺 常見 我們都一直都這樣 都長期這樣 那後來就因為醫院 他會有健檢的這個 他員工健檢 那每一年要去健檢 他那健檢就要禁食八個小時 那就很討厭你知道嗎 你就是你半夜又要出來 健身 就是以前是壞習慣 他出來健身我那麼辛苦 就吃一點東西 回去經過哪裡就買個東西 看有什麼 最常的就是那些早餐店 那買了就看他剩什麼 就買什麼 因為有時候三四點 沒什麼東西或兩點多 那每次有這樣 吃了就飽足感 講細一點 那你都通常買什麼 最常碰到就是飯糰 一個大飯糰 最常 有沒有豆漿 豆漿就順便了 對啊 就一起 還是豆米漿還是米漿 大概就看他還剩什麼 因為回去的都是差不多人家要 就是第一輪的要打樣了 然後買了就吃 然後也沒有去想那麼多 反正我也是這樣 每天都這樣工作 飯糰裡面應該都包那個油條 對 油條 還有很多什麼 有的是鹹的 那些東西都有 然後後來就是健檢第一 他就他一年 以前醫院沒有抓那麼緊 像現在勞工勞金 他就一年不去 他不管 他就說 你今年沒有檢查 那不理他 看到這樣的信 就把他delete掉 不關我的事 第二年再發 我還是不理他 就是你根本沒時間去 你也不想去 其實是不想去 因為覺得很麻煩 我們健檢中醫 在我們十三 當醫生嫌健檢麻煩 我覺得很麻煩 因為他還要禁食 你還要去 人又很多要排隊 然後等等等 他又在樓上要搭電梯 反正就是一堆理由 反正就是沒去 我想應該沒事 然後後來就是到第三年 他說你再不去 要罰款了 醫院就要罰款 他就說你再不去就要罰錢 我想我這樣不行 這很嚴重 對 好啦 我就想說有一天就想說 反正我值班 我就那天晚上整天 就不吃東西 就是只有晚上 然後早上七點 就趕快衝上去 那個搶第一個 第一個搶到不用排隊 因為人很多 對 然後抽完血就走了 就下來 沒想那麼多 第二天健診中心 就打電話給你 他說 王醫師 你趕快去新陳代謝科 追蹤你的血糖太高了 對 你的血糖空腹的 因為那時候 好像也空腹到兩百多了 對 那個糖化血色素 就是我們講的HB1C 大概已經七點多了 七點九 七點多 我忘記了 就七開頭不是六 你們兩個要PK一下 這樣你們沒有辦法PK 我七點九 很棒 還有血脂 膽固醇 全部都是兩百以上 就是整個都不正常 他現在一講 我們就會 就真的會緊張 那時候第一個反應 跟高刑警感覺一樣 怎麼可能會是我 對不對 我也沒有什麼不舒服 等等 都是問號 那後來就乖乖的 趕快 人家都這樣講了 那我說你有沒有驗錯 對 他一直看 你有沒有抽血弄錯 怎麼樣 他說應該不會錯 然後我就去行人代謝科了 看到不相信 就覺得那是別人 不大可能 甚至怎麼可能是我的呢 不會 然後去量血壓 發現血壓也再高 其實很少 血壓多少 大概那時候快已經一百四 出頭一點點 那就不對勁了 那你平常血壓機在那邊 你也是這樣晃過去就走了 晃過去 你不會想要去聊 那說幾歲 那時候大概四十 四十幾歲 對啊 然後後來就是 等確定真的是去行人代 一個最終了 就像陳醫師講的 他一開始就介入 你要打胰島素 哇 更震驚 什麼時候我變成老人家 拿了一個筆這樣戳肚子 他說你找介入會比較好控制 他也是這樣跟我講 我說好啦 你說的 我相信你 因為大家同事嘛 那就拿了一堆藥回家吃 然後胰島素就開始這樣打 然後慢慢就降下來了 可是飲食還是盡量控制 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剛剛講的定時定量 這兩個在我們婦產科醫師來講 是最不可能做到的兩件事 定時是不可能的 定量就看你的狀況了 有的時候 你能夠吃到飯就不錯 所以真的這樣整天這樣忙下來 是沒時間的 然後有的吃就好了 對 就類似這樣 那整個作息是大亂 聽說你吃飯很快 是 多快 大概假如在趕時間 大概一個便當 大概一分鐘左右就吃完了 你有咬嗎 有 每次更快科醫師開會就是這樣子 每次只要一開會 他們真的很恐怖 我們話都還沒聽完 他們就全部都吃完了 就壓力很大 他們會這樣子 一分鐘吃掉一個便當 對啊 因為你要趕快把它吃完 因為你後面的試藥再繼續做 你沒時間這樣慢慢這樣 你都沒有咀嚼 就直接吞下去了 他就只是求保護 就是我不要餓肚子就好 可是他根本就沒有 沒有好好的吃一頓飯 也沒有挑選過你要吃什麼 其實聽到現在 大家會不會覺得說糖尿病 真的就是跟飲食息息相關 相扣在一起的 像剛剛我們講那個龍少爺 龍大哥 他說他拍戲 我們都知道很敬業對不對 可是他拍戲怎麼拍 你時間不固定 又熬夜 又長時間幹嘛幹嘛 也不是說想吃飯就可以吃飯 聽說他都是塞巧克力在口袋裡面 然後他就是餓的話 趕快吃幾顆糖這樣 因為下血糖降低了 對 然後可能也沒有好好的吃飯 然後像剛剛那個王醫師 這個狀況 其實他無毒有偶 很多的醫生都是邊看病人 邊吞糖尿病藥 邊吃高血壓的藥 因為他們的飲食 就是沒有辦法定時定量 所以也不要以為說 像高大哥剛剛講說 他覺得很壯 就不會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那個 我們的館長 他也很壯 練得這麼精壯 他也是糖尿病 館長有糖尿病 他有說 他有糖尿病 所以就是這個其實是 大概一個印象 不要覺得是胖的人才會 他其實是跟你飲食亂吃 比較更容易會 瘦子也可能會 或者是你就是年輕的人 也可能會 像我們講那個之前 讓大家也是印象很深刻 那個羅毅君有沒有 就是現在很紅 很卡手 對 他是國民女婿 你看他現在這麼漂白 這麼帥的樣子 他之前也是大概五年前吧 他自己講說 他也是那個才三十八歲 就確診糖尿病 為什麼呢 因為他以前也是 甜食不離口的人 他自己爸爸媽媽有糖尿病 但是他就酷酸 想說沒關係 然後我年輕 不會怎麼樣 所以他說他這個甜食也是很愛 然後飲料也很愛 然後一忙起來 可能也都沒有很正常的吃 因為他有一種幸福感 吃甜食再加那個飲料 有幸福感 對 你知道他曾經在確診 就是去看醫生之前 他半年就瘦了五公斤 就是你可能吃得多 然後又覺得累 可是你居然是暴瘦 就是整個身體是不正常 他那麼年輕 對 所以他現在控制得很好 你看他現在變就體態很不錯 可是他以前那時候真的就是因為 他已經過度的放縱 所以他也得了糖尿病 他已經控制到 有辦法在國慶唱歌 對 王醫師 你這樣會冒冷汗嗎 冒冷汗就像剛剛那個伊莉 講的血糖過低 那我以前都 因為我每次去開藥 那個我們信念代科醫師會跟我說 你在吃你一定要注意 因為他知道我們會長期開刀 站著 對 然後說你如果覺得頭會昏 你一定要趕快下來 補充糖 不管怎樣 那手術根本不可能下來 你在手術當下 那只有 我只有一次體會到 什麼叫做冒冷汗 也冒金星 那那天就是 那一次就是 因為一個就是在 好像是在七 就是七 七月中旬 那時候開第一個冠狀 新冠肺炎的孕婦媽媽 半夜一點開 那在準備前壓力很大 然後開那個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不是 可能他就已經確診 然後開完到大概凌晨三點 那你就很緊張 回家你也沒什麼睡 可是我早上七點 八點 有一個要做羊毛穿刺的case 大概睡三個小時就來 但是我那個藥會很規律地吃 可是我早餐卻沒有吃 我就來了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就跟我平常一樣 然後後來等到再要幫那個媽媽 做羊毛穿刺 我們技術員拿了超音波 我就站在那邊整個要刺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眼睛是黑掉 對 就看不到東西 就花這樣 我那時候站著我就不敢抽 我說先等一下好了 丟臉 八人也很危險 你一定沒辦法做 那時候我第一次發現這麼恐怖 然後後來就覺得人家冷氣 怎麼那麼那麼不良 因為人家 你就一直在冒汗 然後技術員就說你怎麼了 我說沒關係 我躺著休息一下 然後後來他們就讓孕婦媽媽先躺 因為她是醒了 沒有麻醉 只是做一個 預計做一個羊毛穿刺 我就躺在椅子上面 然後後來大概隔了半個多小時 技術員說你要不要取消 我說我躺多久 他說你已經躺了半個多小時 然後我就說後來就感覺好一點 因為有喝一點水 那個大概就比較好一點 然後後來就趁意識狀態又恢復了 就因為羊毛穿刺不會很久 大概五分鐘就做完了 我就把它做完 做完之後 趕快吃一點東西 因為後面還有好幾個 我說你後面先叫她等一下 然後就躺著休息一下 包含你的體力 包含你的血糖 慢慢回來了 狀況才慢慢回散 血糖降太低了 太低了 因為你整個晚上壓力很大 然後又早上 我是規定吃藥 我唯一有比較好的 就定時吃藥會做到 定量定餐是很困難的 真的 那這個也是 老實講 也感謝王醫師他們 因為這麼辛苦 所以才有辦法很多人接生 各方面都得到好的照顧 來 我們休息一下警罰高 好 聽完王醫師的這個例子 大家都會覺得大家很用 大家都不相信自己會得糖尿病 那以理聽完之後有什麼 其實剛剛王醫師 還好他是本身他是醫生 所以他知道說他開完刀 之後趕快補一下那個 就是早餐 但通常我們遇到糖尿病人 如果說第一個 他有時候他出去旅遊 或者是有時候 他可能去開會 過夜 他可能飲食上沒有辦法 像他在家裡 或是在上班的時候 這麼規律的時候 他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他會固定用藥 糖尿病人如果很乖 他就開始用藥 那以前的藥就是會影響到血糖 低血糖的風險 剛剛王醫師提到那個 有點就是手抖或冒冷汗 其實就是低血糖 他有一個法則 就是說你要補充 在有時候在低血糖的時候 要補充十五克的糖 那十五克糖是什麼概念 就是說一般我們通常會 而且那個糖尿病人 他備著一瓶那種就是果汁 大概兩百CC的純果汁 那如果不知道備哪一種的話 就是你看那個營養標示 後面如果有寫碳水化 或糖類是十五克 這樣就是等於是一份糖 所以我們叫做十五法則 十五 十五法則 那如果不知道的話 便利商店有那個糖包 其實如果旁邊有家人 也可以先備 便利商店的糖包早期 早期一包都五克 可是我現在看一包都是三點五克 所以如果是 如果你拿到的是大包的五克 那你就是備三包 家裡旁邊如果有人低血糖 你就是三包趕快泡成水 給他喝這樣子 那以前會備那個硬糖果 可是我們發現那個不是很好 為什麼 因為有的人可能就是 你低血糖一定要昏迷 你叫他去加你的糖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通常就要嘛 融化沒那麼快 對 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會建議他就是說 要嘛就是果汁是最快的 我也記得一講話說白脫糖 陳醫師那聽完 王醫師的這個case以後 有什麼建議 其實第一個很重要一點 就是說飲食的那個內容跟次序 這個其實也蠻重要的 像剛剛王醫師其實就很快的就吃 對你的身體來說 其實完全沒有辦法反應 沒有辦法反應那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的血糖是突然間飆高上去 那因為他要參加日本大胃王比賽 這個對他現在的身體是不合適的 是不合適 那這個這裡面其實就是說 因為你也要你的藥是固定的 那所以藥固定的形式下 你的飲食生活沒辦法固定 他就有可能會有高低血糖 像他剛剛那個一個狀況底下 就相對會低 所以我們現在也這幾年也告訴 就是說大家在用藥部分要很注意 就是現在已經有比較新的藥 他的原則就是降血糖 不低血糖 體重控制 而且可以持續有效 那這裡面其實 其實花的錢其實不會很多 可是就能夠讓他的血糖波動 要減少 所以現在叫做消風去骨 不要高風 不要低骨 那你人才不會不舒服 那個低血糖不舒服 高血糖會傷害身體 所以在這裡面 因為用藥也是相當的重要 我以前有一個球友 他打球打得非常好 他可以打到就是平標準肝 平標準肝 他大概已經是pro的追診了 七十二肝 但是因為要打得很好 所以他很痴迷地打球 吃到什麼地步 一個人去打 他不喜歡跟別人打 因為他打太好了 他一天可以打五十四動 就打一場球之後再打一場 再打一場 那他早上就是去打的時候 因為不餓 就開始打 打到三場都打完了 已經是下午黃昏了 他才說好餓 然後再吃一餐 可是他吃一餐 吃得很豐富 很大餐 結果後來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他就請太太幫他測血糖 因為他已經得糖尿病 他自己知道得糖尿病了這樣 他說那我說你運動量那麼大 怎麼會得糖尿病 他說因為他的飲食就不正常 暴飲暴食 所以定時定量很重要 現在我們以前都會要求就是說 你要搭配著藥下去定時定量 那當然還要看你的個人的工作的時間 因為我們遇到各種的病人 包括他上小夜班的 大夜班的 他就跟一般人的定時不一樣 所以定時是會 根據你的生活形態去調整 但我覺得定量也很重要 定量就是說就是說 通常在第一次 在我們醫養師諮詢的糖尿病人 第一堂課我們會教他什麼 什麼叫定量 就是說你不能用我講下去吃飯 因為很多人其實你仔細看 他他都已經我講 當然菜都放上去 對 然後菜 肉什麼 再加一點湯 對 有時候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吃多少飯 白白的又吃很快 所以其實他很怕吃太快 然後吃過量 然後另外你沒有定量出來 這是第一個 不要用我講吃飯 他的食物都是分開 比如說你飯就是飯 你用普通的碗 你菜 你的肉 就是說有時候是魚肉 雞肉 你要吃豬肉也可以啊 就是你要把它分開來 才看得清楚 看得清楚這樣子 所以他的餐點裡面除了定量之外 要有三大元素 第一個就是說要有四度的澱粉 跟我說要好的澱粉 第二個 四度喔 不是不要喔 對 然後再來就是一定要有蛋白質的食物 蛋白質的食物不一定說 一定都要吃魚 或是吃豆類 有時候老人家說他要吃一些豬肉 或是說有的人要吃牛肉也可以 那這就是你要把它定量下來 然後蔬菜的部分我們建議 盡量還可以選一些比較滑滑 黏黏稠稠稠的蔬菜 水溶性膳食纖維高的 比如說像那個秋葵 木耳 或者是說像菇類這一種的 那這個水溶性膳食纖維高 可以幫助你穩定 穩定一下血糖 所以你的飯 然後你的菜 然後你的那個蛋白質 就是這三大元素 可能要同時具備 了解 還有一個一個很重要 其實要提醒 這個是每次我們都會碰到的案例 通常糖尿病的人 我們的那個食物裡面 大家覺得什麼有糖 就是飯嘛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 水果嘛 不過有一個大家的交換 就是說會有緣故會過量了 就是牛奶 牛奶糖量很高 因為有糖尿病 才會說有的比較疲勞嘛 對不對 因為疲勞的話 他胃口不好的時候 家裡面就說 我媽媽你喝牛奶好了 因為有奶蛋白質很多嘛 他會補充一下那個能量這樣子 可是其實我們的牛奶裡面的乳糖 也會影響到血糖 所以我曾經碰過有一個病人 他把牛奶當成他的營養補給品 就是他要不要吃飯 他還是疲了 他就冷不冷 就一直想說奇怪 為什麼他血糖一直降不下來 我們請他測血糖 一直都很高 因為他只要口渴了 兩個小時 他就去喝個牛奶 喝個牛奶 喝個牛奶 那其實他會讓血糖升高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 因為大家可能想說澱粉要控制 水果要控制 可是牛奶也要控制 了解 那王醫師 所以你現在都吃牛奶 對 控制到什麼程度 大概都可以到飯前 大概大概差不多一百出 就看看那時候吃飯 糖化血素大概六點六點多 雖然不是很好 可是盡量 對啊 那運動像最近比較 又有點上來了 就是因為碰到疫情 疫情又不能出去運動 然後戴口罩根本跑不動了 對啊 然後就會 然後又碰到中秋節 中秋節醫院什麼沒有 就是一大堆可以吃的東西很多 那每一個都說我吃一點點 你看那盒子很漂亮 打開看 然後切一小塊來吃 我已經會控制了 以前都不管 就一顆把它吃下去 不管是小東西 月餅燈 像這樣 我跟你一起吃 我切一個小角角就可以了 會比較會這樣子去做 現在多少 現在大概六點 像那次最後一次 九月那時候又有點上來 對 又七點多 因為它反應三個月前 就九月抽大概就是 它結束三個月前的數據 大概就在疫情的那一陣子 對 那現在慢慢解封 又要開始準備運動 就是又慢慢 疫情快過了啦 應該會過的 對 都是疫情害的啦 中秋節 剛好就疫情 中秋節害的啦 那我先休息一下 好 那再請教一下王醫師 你有運動嗎 有啊 你怎麼運動 我之前 我現在都做瑜伽運動 都去外面練 因為瑜伽在室內不會受天氣 以前都去跑步 那跑步每次我一出門就是下雨 要不然就跑到一半 就摳街聲 我又去醫院了 就直接跑 就往醫院跑過去 對 所以我現在就瑜伽 瑜伽就是用課程去排 對 因為他那是比較靜態 可能年紀也大了 不大適合這樣跑步 因為腳膝關節 有時候承受力量太大 所以我覺得瑜伽比較緩和 方便問你幾公斤嗎 就是 還好啦 那聽說你的兒子 也這個蠻有肉的 對啊 我的老 第二個兒子 第二個兒子現在 他好像跟我的模子 會開始越來越胖 他從小時候 他就是很愛吃 然後他念的那個幼兒園 又弄營養午餐 又非常的多 營養 對 然後後來我們才知道 他每次都會去再來一碗這種 這時候小朋友 不用錢嘛 對不對 就再來一碗 那那個學校的幼兒園 又提供得很好 都炸雞 他都喜歡吃那種 他每次就再來一碗 那老師就不會拒絕 那以前會覺得說 他這樣吃 小孩也好 可是他現在就越長越大隻 對 然後不僅這樣子 然後他回到家 晚上睡覺前 我當然已經不准他吃東西了 他會看我在看電視 然後他就偷偷走過去 我就不知道他要幹嘛 他去偷零食 然後偷了就藏在背後 這樣 下就不見了 表示很靈活 對 然後就 然後就跑到房間去看 他就邊在看電視吃東西 對 我就算不能吃那麼多 因為他現在就會變得 他現在真的變得比較胖 幾公斤 快六十 小五 對 很大一隻 小五六十公斤 對 這樣 陳醫師 我兒子小五四十五 他也是變胖 疫情之後就變胖 可是他才四十五 因為是比較瘦小 對 這比較好 譬如說這樣會不會 不會有疼痕的危險 的確 因為其實會 因為我們在講就是說 以前講說小時候胖不是胖 其實會有影響 因為你只要你身體裡面的 我們所謂的脂肪細胞 這些組織比較多的話 他其實胰島素的反應會比較差 對 這個叫胰島素的主抗 所以在這裡面也真的要 所謂的減重也是全民的一個運動 所以去控制那個適當的體重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 不過小孩子不容易控制 比較不適合控制力 對 所以其實就是父母 其實在這裡面建議 其實比如說健康的一個生活習慣 這件事情可能要從小就開始養成 就是說如果有機會 可能就是要盡量帶孩子家裡走走 你吃虧其實也對小孩就要開始 我覺得這個蠻難的 因為你一旦對這些含糖飲料 已經成習慣的時候 你要加拿去改這件事情相對量是比較難的 那你剛剛講到說運動 這個什麼樣才算是標準的 可以降低或者預防糖尿病的運動 當然這個就是因人而異 所以我們會叫做個人化的目標跟方法 就是說每個人的一個要求是不一樣的 有些人其實膝關節不好 這時候其實你就不會要他一定要去跑步 那這邊會建議他 比如說變騎腳踏車 類似像這樣 那我們比較一個大概的原則是 盡量每天能夠比如說半個小時的運動 那一個禮拜可能一百五十分鐘以上 那在這裡面其實我們一般比較容易做 叫有氧 可是除了有氧之外 我們現在其實這幾年也很風情 所謂的一個核心肌肉群的運動 這裡面其實在搭配 剛剛我們就是營養師提到了 所謂的一個飲食的一個蛋白質的部分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 都是有上年年紀 上年年紀之後 其實也很重要一點 不是光體重而已 而是他的身體主成分 有當時你裡面變成你的體重 不減 不過你裡面你的産肉是減了 都變肥肉 所以這時間其實你的變成叫極少症 所以其實我們不會光看數據 也不會光看年紀 而是要看到你的功能到底能不能維持 就是說你治理生活的一個功能能不能維持 你的頭腦是不是清楚 你看有看不見 這個其實都要把我們這些慢性病的 這些數據都要控制好 我們來看看他能不能夠 我們都希望能夠 能夠吃百日 而且能夠再吃百日 是健康的吃百日 這個叫健康老化 是 是 是 對 我們其實人活得越老 可是並沒有活得越健康 那個不健康存活年 現在比以前反而更久 意思是你以前可能說 哪裡像平均 或者有人照顧可能七年 現在已經差不多八年了 所以這個其實對我們來講 其實是一個看起來是長壽的 可是沒有什麼品質的生命 糖尿病可逆嗎 這裡面糖尿病是可以控制的 而且可以控制得很好 那我跟患者有時候講一句話 就是說用藥的科數 打針的次數 不代表你的疾病程度 不是說你吃油 你吃這個就表示說你很重 不是 風險高低 併發症的有誤才是決定因素 有時候患者說我不會吃油 我不會煮什麼 因為吃就掉了 煮就掉了 可是我只要解釋 讓患者知道說 其實這些藥物是來幫助你的 現在油的比以前好很多 以前比較會降低血糖 現在不會 現在已經少很多了 現在胰島素比以前好 我現在很平穩 比如打一針 那就可以控制你空腹血糖很好 你再搭配適當的口腹藥 就可以控制得很好 那你有打針跟吃藥 跟其他人比較起來 其實你只是有這個藥 可是你生活一模一樣 沒什麼問題 你就堅持你通常不吃藥 結果你泡在糖水裡面 兩年三年就出問題 那個出問題是從無感到有感 從可逆到不可逆 緩價失聯了三年 回來之後來找陳醫師該怎麼辦 我現在腎臟功能剩下不到三十分 之前三年 之前的星期七八十分 以前還會有急 對 現在變成他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真的有時候是相見恨晚 因為這個時間我們處理的時候 用的藥 花的費用非常的高 而且又非常 很難很難很難 所以我們其實正在這裡面 就呼籲大家 其實真的是叫做超前部署 即時介入 他想到四年 三年 他就覺得沒什麼 因為最怕就是說 你覺得你治療後好 問題是現在糖分的控制 跟其他慢性病都是這樣 就我可以控制得很好 沒事 你的感覺很好 可是不代表都沒事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四大重點 一個很重要叫監測 定期的回診 對 定期的回診 有時候你的感覺是不準的 所以一定要定期的回診的時候 我們要再做一個所謂的治療 沒有那種 我剛才說三年而已 三年 他的藥寄三十多分 其實要回來 真的 感覺都不準 黃醫師跟高興 現在都認得自己是變成 我還有一個親情 那家庭前面煎掉 煎到變兩隻 煎掉 煎到小腿煎掉 煎到大腿煎掉 這麼嚴重 青年 不知道都說 他是什麼烏腳病 胡說八道 烏腳病 現在沒有烏腳病 沒有啦 那就是糖尿病 節肢 節肢到我們的親戚 後來節肢到去賣彩券 真的 為什麼要節肢 剛剛其實提到一點 叫做大小血管的問題 那其實血糖最麻煩的 就是小血管已經出問題的時候 再加上剛剛提到 因為有高血壓 要有高血脂 你的血筋都不會通 你現在沒辦法處理 沒辦法處理的時候 你不處理掉 他就會壞死 到最後會變成併發 敗血症 全身是沒有辦法 你有可能生命都沒有了 所以那個時候只要斷尾求生 類似像這樣 譬如說 他如果是節肢這個小子 是他的小子如何 就是在這裡面血群過不去 血筋都開了 血沒辦法去嘛 所以你養生 血是怎麼沒辦法去 就是血管 血管就是通路 你的通路已經沒有了 所以氧氣送不過去 所以血管為什麼血過不去 因為他血管 因為高血糖會破壞 在高血脂 在高血壓 所以他的血管到最後是不能用的 滑滑滑滑滑 就這個路就壞掉了 血管壞掉了 對 血管壞掉了 所以到最後只好 所以你看到他們在做節肢的時候 都是從尾端 尾端一直往上 對 這樣子 所以我們其實這幾年大家的努力 已經少很多這種例子 可是還是有 以前好多 對 以前我們很多糖尿病人其實在胃教的時候 為什麼剛剛其實提到一個重點 醫生講 為什麼他叫他回診 回診不只是要評估你的血糖跟藥物 因為我們糖尿病 他是一個團隊的 團隊的一個介入 他會先看醫生 再來會有營養師介紹 就是那種飲食幫他設計 再來就是護理師 其實護理師在這邊也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 為什麼 像剛才我們說 以前很多阿公阿嬤去運動 他都不知道 當天的時候要保暖 因為他們這種末梢神經的感覺 是比較比較 那麼比較遲鈍一點 所以他戳到東西 有時候他眼睛不好 其實他不知道有傷口 所以 牠牙齒高了 阿嬤 你怎麼都沒感覺 其實我們看這個 我們自己 我們那時候在看這個廣告 我們如果真的在做糖尿病的人 其實我們會有感覺 我們會有感受 其實他們真的不是故意沒感覺 他真的沒感覺 要怎麼辦呢 其實可以幫他剪 因為包括病人 你要教他怎麼剪指甲 糖尿病病人他如果有傷口 他自己亂不剪 他的老頭也沒什麼感覺 所以很容易就慢慢 以前截肢都說 為什麼他會截肢 疑問都說 而且他就是自己加剪 瘋狂不容易 對 然後眼睛又不好 然後不知道自己受傷了 所以這個也是個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泡溫泉 有些人他可能在家裡泡澡 那個水很燙 他也沒什麼感覺 燙傷了 最後導致放過訓組織人截肢 這種你現在聽起來都覺得不可思議 可是如果你糖尿病人 真的沒有好好去跟他做這個胃教 他其實是不太曉得會有這個問題 好 慧問的要補充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來 慧問要補充 我們剛剛談到就是有一些相關的 併發症之外 其實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我們糖尿病來講 他的發生率最高的這個併發症 第一名就是腎臟 他直接影響到我們的腎功能 我分享一個案例 他是一個三十幾歲的一個男性 他在確診了之後 就一個男性上班族 他就覺得說好像很無感 醫生跟他講說你要定期吃藥 你要回診 他都沒有當一回事 繼續過他的生活 然後繼續就是吃藥 也是有一搭沒一搭 就是沒有很很正式這個問題 結果才短短五年 短短五年 他再去看醫生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出現什麼症狀呢 就是有一些蛋白尿 有一些腎功能異常的這個數字跑出來 而且最後就是因為控制的不好 其實他很快 他居然就被判定要永久洗腎 一個三四十 三十幾歲的年輕人 就要永久洗腎 但是這個案例其實不是唯一的 因為其實我有問過那個 就是做 做糖尿病的醫師 他們在門診上 其實很常看到 不只是長輩很難教導 很難去改變他的生活習慣 他們現在很煩惱 是有一些二三十歲的上班族 或年輕族群 其實他因為無感 他覺得離他很遠 所以就算他是比方說透過員工 健診 像王醫師這樣子 就是已經告訴你了 要趕快去處理 都不去處理 然後這個公司一外派出去 或者是一出差或幹嘛 他就忘了 一忙就忘了 然後他也沒有意識到這個嚴重性 其實很快的 像我們的那個腎臟功能的影響 腎功能影響 其實他是每年都在 就算你有固定回診 你每年都還是會在損失 在往下降當中 所以你的定期回診 跟監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高清清你現在控制了要怎樣 我控制了到目前三個月回診一次 都每次都有一直在進步 那我控制這一次可能回去 有可能渴望那個糖化血事數 可能控制六點五以下 所以我自己保持我每天 除非下雨 你要不然我每天平均走路 都會走一個小時至一個半小時 不是每天用走路 但是不是很快 我就是很慢慢地走 但是我也不喜歡走階梯 我就是平路慢慢地走 會讓他充分流汗 流到全身 感覺整個都溜 慢慢走怎麼會流汗 會 因為有一些小小的陡坡階梯 他還是會流汗 這就是不要趕時間 就 曾大哥 我是上你的節目 上次你跟我講說手要大擺 這樣子擺動 我發現真的很有效 你那邊排兩個 差不多十五分就流汗了 我覺得流汗之後 因為我隨身會帶 我也不帶運動飲料 我就要帶自己去家 我也不買那種礦泉水 這個我插個話 其實因為我家裡走 我都把七顆八顆走路 就你把他打的手 七顆八顆 要擺動 這樣我覺得全身好像才有動到 然後比較會出汗 很快就流汗 差不多十來分鐘就流汗了 真的 那汗是一直流 我都自己覺得說 沒有以前我騎腳道車上 我可能騎半個小時汗都沒有 像剩十幾分鐘流的來得多 那我覺得這樣好處就 別人都會迴避 因為他人家叫說 營省賽會 先來 不錯 那效果不錯 很有效 對 那你的飲食 我飲食現在所有的辣 我就變成三餐 頂多吃一次的微辣 最多就是這樣 驗一下 所有的巧克力 完全看都不看 所有的蜂蜜那種甜類的 我盡量放棄 我也不碰了 但是不可缺的一些糖類 必須還是要吃的 因為我現在會買一些糙米 自己回來糙米餅 糙米餅 不然就是自己一些糖 牛奶我就不敢 因為有一些過敏原 我皮膚可能不太好 聽說你是第一型糖尿病 醫生給我判斷 我是屬於第一型 我糖尿病怎麼分一型二型 那應該在二型 我怎麼分一型二型 醫生講說沒關係 你這屬於第一型的 那你這已經要接近第二型上的話 這個就是 因為他講的概念我聽不懂 因為我周遭有一些親戚 還有朋友 很年輕的住胰島素 那是基因的問題 我姐夫也很年輕 就自己打胰島素 請教陳醫師 為什麼那個醫生說他是一型 你說他二型 因為因為以他的一個狀況 應該是二型的機會 因為一型其實我們講是 胰島素絕對缺乏 就是說絕對依賴 就是說他其實必須要靠胰島素的補充 才能夠達到他 因為他的胰臟是沒有功能的 可是二型的就是他的胰臟 還有一些功能 所以這時間其實可以用藥 在這裡面做一個補充 那像剛剛那個用藥就不適合 目前還沒有適合在第一型的用藥 那個口藥就不能 可能是第二型的 那可能你聽錯了 那其實國內 或者是說 他說我不要變成第一型 國內 他不會變這樣 那個目前其實最主要 其實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都是第二型 都是後天的一個 一個才發現的這樣狀況 那當然先天的父母的一個遺傳 的確是 那比如說一個父母 有一許兩三成 那父母都有 也許有可能六成還是多少 類似這樣這樣 那處理這個以外 還要考慮到到後天 他的一個運動的一個狀況 飲食的暈眶 還有他的壓力的狀況 那這裡面其實就是我們希望 如果真的有這種基因的話 那你的確是要及早的一個調整 你的一個生活跟飲食 一成是藥球都判掉 可以這樣子講 二成是藥球還有運作 對 還有一些功能 那當然還有有一些是說到一點五型 結果他後天才發現說 他其實身體有一些自我抗體 然後造成他的一個 胰島素瘦釋放的功能變差 那像這些其實適當的補充胰島素 他也可以維持得不錯 是的 那糖尿病人是可以吃辣的 我先補充一下 可以吃辣 我變成微辣 比如說蔥薑蒜 新鮮的辣椒是可以 那為什麼會講到說糖尿病人 他為什麼會提到說他不能吃辣 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說因為吃辣 你會吃越多飯 所以胃口就會比較刺激 所以就是說你可能力量會多嘛 第二個就是說如果你吃到是辣油類的 辣油他相對的 辣含量也比較高 那辣含量高的話 因為糖尿病人 他會怕大小血管病變 所以不只是控制糖分 他還要控制肥肉 控制鹽分 這個是其實很多人不曉得 他還是要跟所謂的三高的飲食 是類似的 所以你吃新鮮的辣椒是會重的 可以168嗎 糖尿病者 其實糖尿病因為168這個一定要定 我們在講168是要定時定量 那我之前我們以前碰過一個 以前沒有那麼流行168的時候 碰過一個年輕人 他是減肥 那他也是就是中餐晚餐都不吃 那他因為他有糖尿病 然後他的中餐 有時候中餐吃有時候不吃 他有時候就毛起來減肥 結果晚上晚上忽然低血糖 結果他低血糖他不曉得 因為他是一個人住 結果一個這樣昏迷就過世了 對 所以這個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會提到 血糖低到吸血糖 對 很多糖尿病人早期 對 年輕人 就是中餐晚餐不吃 然後又用藥 晚上就低血糖昏迷 一天只吃一餐 對啊 所以糖尿病人的重點 還是在定時定量